主任退休的医生投入失智症的研究 结果自己的妈妈也罹患了失智症 慢慢的忘了她是谁 但70多岁的这位医生 仍然把她跟妈妈的对话 忠实的在网路上呈现出来 帮助人认识失智症 也了解自己的人生 这是鱼啊 什么鱼啊 是鱼啊 是鱼啊 什么鱼 这个叫金鱼 金鱼 你叫范远南呢 那我叫什么呀 那我就不会叫 你怎么把我忘掉了 你长成 万你长 长成外面是古香 高粱肥 大豆香 陪九十一岁的妈妈唱唱歌说说话 是曹问龙下班后的日常 这个是菊花 菊花 不是五花 菊花 这马克里玩的 快过圣诞节了 我们能玩这个菊花 这个台湾师智症权威医师是在六年前 发现自己的母亲变得不太一样 就去买菜来说 好像他对钱方面的使用 也开始出问题 那我们给他钱 他会把钱用卫生纸包起来 然后呢 到处放 常常不要几分钟 会重复问同样问题 这什么东西 这是花 菊花 这是玫瑰花 菊花 菊花 喇叭花 喇叭花 但她的专业告诉她 平常心看待 陪伴说话是最好的疗法 你有几个小孩呀 我 我几个小孩啊 又不值得了 结果母亲如孩子般的天真反应 不但扫去了她的忧虑 还给了她灵感 阿弟 来帮我顺便旁边弄 你弄我的 弄我的不一样啊 你的角度啊 她有些动作实在是很可爱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失智老人 其实不是悲观的 你要懂得跟她互动的话呢 她还是快乐的 所以每个只要是我觉得 日常生活 这边这一段 或者这段话 有她的那种教育意义 我就把它拍下来 拍也放在脸书上 影片引发热烈回响 她这才发现 原来多数人不懂失智症 母子俩的互动方法 也许能帮助很多病患和家属 在妈妈忘记她之后 曹文龙找到了 让拾木之年的自己 再前进的动力 其实她从来就不是个 会在原地踏步的人 当初从台北三总 神经内科主任退役后 就打算移居花莲 做点不一样的事 看看病 教教书 然后也可以到这个乡下 更乡下 与你观山看看病 这大概就是 另外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 以为那样子 就是我的人生了 但没想到 当我一百年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63岁 这时候又一个机缘 要我到嘉义大林来 那这边也是因为当时 希望帮我来帮忙 把神经科整顿一下 我来了以后我就发觉 这边老人特别多 来来来 请坐 其中多数失智 连母亲后来也面临同样问题 她决定好好研究 松的话就空隙就出来了 它这边 那你看它过了四年 你看它松了多少 因为它细胞少了 所以传递就慢 这个脑化就是 本身来讲 也是一个不治之症 它也是脑化 只是它快了一点 这个问题跟它的基因有关 既然这是不可逆的疾病 能做的就是尽量早发现 想办法延缓退化 她常拿母亲当例子 鼓励病患多运动 这是我母亲 现在假设是 我那个外劳在脚在下面 她在上面 是外劳在动 她就跟着动 她成立的失智中心 还提供从脑部断层 抽血到记忆检测 一条龙的服务 加速判定流程 一般有时候 也不愿意 因为只看一次 只能收一个钱 什么都是就完了 那就回去三个月 再来一次 你不会有多少收入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 而是说真的是 因为我们在乡下 来看病的时候 孩子都要请在家 带爸妈来 所以我们要给人家方便 苏丽华女士 你好 你好 也差一点了 你好 你好 对看诊 她也很用心 常常会在病患进门时 起身关怀 亲切感十足 所以来求诊的 都叫她曹爸 都知道她不只看病开药 还会去了解你的生活 然后再从自己的经验中 提供建议 陪伴不是待在身边就好 而是要懂得互动 唱歌了 好 开始 像五十多岁就失智的苏女士 对音乐有反应 就从这里开始 一天给一点刺激 然后跟着唱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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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经常这样唱唱就好了 十年来 你照顾就算不错 你很累是吗 对 本身快倒了 曹爸还看到了 狮子背后更大的问题 祝福你啊 跟狮子搖搖搖搖搖 站起来 站起来 好的 慢慢走 狮子可能在欧美国家 不是一个家庭问题 一到狮子就都按老人院去了 因为根本不是子女照顾的 那在台湾不一样 只要子女照顾 老人家也认为是要子女照顾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变成家庭的问题 家族的问题 然后比如三个儿子 每个儿子一个月 这个月再加一 下个月在台中 再下个月在台北 然后再回来 三个儿子这样转的话呢 其实最痛苦的 最困扰的还是老人家 他已经失智了 所以他每次换个地方 他都不能熟悉的地方 但不分摊行吗 不行 我抱不住 我长辈 我比不住啊 奶奶 我们坐那里 来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一年下来 是难以承受之重 曹爸懂那种压力 所以他先在医院 成立病友会 那是现在 互助家庭的前身 我们呢 一个房间 是让哪个家伙玩 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就坐下来 家属座谈 分享大家照顾的经验 然后从中间呢 我们给他一些 互相的支持 我就觉得 从那里面 我们就发觉到 一年下来 家属们有很多的节 也解开了 自己那个自己也要转提啊 这就是他爸 教我们的 或者是前辈 教我们的猫 讲实战 你说这个很多 走不出来啊 狮子照顾消磨的是心 甲云六年前 辞去台北工作 回嘉义照顾妈妈 每天都要应付各种状况 每次洗个澡 好像在杀人一样 救命啊 救命啊 不知道他以为 他在家里被虐待 就是这样子啊 当家属敞开心胸 弹的经历越多 曹爸就越觉得 光座谈不够 他要给他们更多能量 去转移压力 比如一起做饭 或是上一堂 活化心灵的课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否则如同走钢索班的每一天 真会压垮一个人 一个家 向余文才刚要上课 就被告知妈妈跌倒受伤了 他连忙放下手边的事 赶紧想办法处理 老人家的紧张不安 让女儿也跟着焦虑 还好这里有人协助 有曹爸在 这个互助家庭 是我专心做的一个点 把他家人 跟长辈都带过来 一起在这边 他们可以共忠 都是共老共忠 他再乱 再糟糕 都可以过来 因为我在 医生在旁边 看到家属和病患 渐渐找回笑容 曹爸也有了信心 把这样的模式 搬进社区据点 取名记忆保养班 服务更多需要的人 从这样子 我又继续自己 就在一个村 一个据点的开 你这样断断续续开了 十样十二个据点 都不拿政府的钱 我们就集合 那个社区 我们把他个案找出来 把他们志工培养好 一个礼拜一次 他们社工都会 他们的志工都会出来 等一下我们看这个 可不可以接到 这一个 这一个 好 来 只是要找到 能长期配合的场地 不容易 曾经吸口互助家庭 原本的据点 无法继续使用 也找不到新空间 折腾好一阵子 才出现救星 那是对曹爸 心存感念的孙先生 他的母亲生前 是据点的学员 你知道他每次会把照片 放出来看妈妈的往生 过程 就发现这两年 妈妈的笑容好多 就表示妈妈 最后这两年 是很快乐的照 那就感谢我们 对他妈妈的关怀 他就说 可以不可以来看他们的点 我们觉得这个点不错 我们说好 他就说免费给我们用 好 好 你们不来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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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开始 有孙先生的帮忙 曹爸总算松一口气 也有了继续坚持的动力 再怎么忙 每周一定带妈妈来聚会 一起吃饭 了解每个家庭的境况 好的 来 我们来吃饭了 漂亮 漂亮 说到吃饭 曹爸会建议家属 如果长着状况还可以 尽量让他们自己进食 插的 因为我在他上拿筷子 每天用筷子 功能就保持不变 东腐 痛不错 还不错 最后 延缓退化 试制家人不一定会是负担 一个家的气氛也不一定不能改善 你要把你的心态也降到一个 跟他类似的分路 这样的互动 你就会比较轻松 不然的话 你用你正常的角度看他 你会有压力 当你接受他的时候 他就不是敌人 他就是朋友 台湾社会高龄化 未来这势必成为很多人 会面对的课题 随老医师把眼光放远 不仅协助自己的病患 还训练年轻社工志工 和药局邮局合作 建构师志友善照护网络 73岁的他 因为妈妈多了好多理想 就走下去 还不晓得明天 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 永远都有很多挑战 73岁的他 因为妈妈找到了 获达自己 和很多家庭的人生智慧 想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 必然走得过去 就跟夕阳一样 你用欣赏的角度看 它很美的 慢慢慢慢地消失 哎呀你今天 今天很有精神 谢谢 我是你的儿子 对 对 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 你的想法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你自己有可能要面临这个病的事 太好了 我就不看病了 我就可以证实说我可以休息了 哈哈哈哈 好